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近日我国空军组织多型战机飞往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 这是我国第四次开展类似的军事活动 也是我国空军期间为止规模最大出动战机数量最多的一次远海训练 据了解我国空军此次编队的先头部队由八架新型轰6K轰炸机组成 他们由我国内陆机场起飞飞越宫古海峡抵达置地为止 然而在这几次的远海训练当中 我国空军都无一例外的派出了轰6K轰炸机 并且出动的价属是越来越多 那么我国空军在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时候 为什么会对轰6K轻有独钟 轰6K的到来又会给我国空军带来怎样的变化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同坐进今天的节目 2015年11月27日 位于我国内陆某地的空军机场上 八架新型轰6K战机在指挥中心的引导下相继起飞 在空中组成庞大的轰炸机编队 开始了一次意义非凡的远海训练 据了解此次远海训练 我国空军机群飞越宫夺海峡远赴西太平洋地区 并且派出的战机数量也堪称历史之岁 从2015年3月至今 我国空军已经在西太平洋地区组织了四次远海训练 3月30日 我国空军派出多架军机通过巴士海峡 前往西太平洋展开训练 当天返达 5月21日 我国空军再次派出战机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 只不过与第一次不同的是 此次的路线并没有选择巴士海峡 而是飞越宫夺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8月14日 我国空军再次组织多型飞机 从多个机场起飞 第三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 执行常规巡逻任务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今年四次远海训练 充分检验了我国空军航空兵部队的学习能力和战斗能力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国战机四次进行远海训练 并且在这些训练中 轰6K军备缺席 不仅如此 在四次训练中 八架轰6K同时远赴西太平洋 更是创下了历史之岁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八架轰6K战机 并没有选择一起飞越宫谷海峡 而是在飞到宫谷海峡的入口处时 一分为二 其中一个编队继续前行 而另一个编队 则是沿着我国新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巡逻任务 而据我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上校表示 组织航空兵远海训练 是滨海国家空军的普遍作法 也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 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中国空军航空兵前出开展远海训练 仍会依据情况进行 这一次我们看到 我们国家是派出了八架轰6K战机 参与这次训练 应该说从数量上来讲 真的是前所未有 那如果单从数量上来看的话 这次训练和以往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就是说从数量上来看 这个轰6K一共有八架 那么应该说从数量规模上 要比以往的几次都要多 那么我们从这个信息可以看出来 一个可以说我们国家飞行员 在这个沿海作战方面 应该说是素质有了大大的进步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 一般我们确定一个规模 主要是根据它的任务需求来确定的 如果你根据你的任务需求来确定呢 你派出多少架 能不能编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这种大批次 多批次的这种相对来说 大规模的这样一个编队的这种行动呢 一定程度上呢 一个是反映我们整体的这个 应该说远海的这种能力呢 应该说进一步得到的提高 同时呢 我觉得它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大编队的飞行呢 也可以验证呢 这个指挥啊 通讯啊 调度啊 这方面各种方面的这种能力和水平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次编队飞行的过程当中 八架轰流凯 其实呢并不是在一个编队当中 而是分成了两个编队 每队呢有四架战机 并且呢走的是不同的路线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 开始他们走的路线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到了宫谷海峡的这个入口这个地方 分开了 四架洪流K穿过宫谷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就穿过了第一岛链 另外四架呢 这个向北飞行 然后进入咱们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进行海上的警觉巡逻 那么他们的训练内容和任务是不一样的 应该强调指出说除了这四架 或者是八架轰流K 执行这两种不同的训练任务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机型为他配套 或者是跟他伴随飞行 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 他们训练内容是不一样的 穿出宫谷海峡这四架应该是进行沿海飞行训练 而这个 在防空识别区的这四架 应该是在进行警戒巡逻训练 意义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而为他们提供空中情报保障的 是这一家空警二百 他可能给这两个编队都提供空中保障 同时呢 相应的这个通信联络也是由他可能来来执行的 当然他本身也可能承担一部分 在东海防空示威区对相应空中目标进行 收索警戒这么一个任务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编队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安排 而且在这一次编队训练当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亮点 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次现身的战机 除了刚才说到的八架轰6K之外 还有三位极为特殊的小伙伴 接下来呢 通过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据了解 在此次我国空军编队飞越公国海峡的编队当中 除了有八架轰6K战略轰炸机 与其一同飞行的 还有三架在该地区很少露面的三架支援型战机 分别是图154MD电子侦察机 一架空警二百预警机 以及一架高星二号电子侦察机 从发布的消息中看到 高星二号电子侦察机和图154MD电子侦察机 跟随其中的一个编队飞越公国海峡 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开展军事训练 而空警二百预警机在公国海峡上空盘旋 进行指挥预警的工作 这三架支援机不仅在此次训练中表现非常出色 而且他们在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序列中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 图154 是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从苏联引进的一款民用货机 90年代末 我国对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装升级 因为其配备了最先进的机载合成孔径雷达 使之成为我国电子战飞机中的主力机种 而空警二百预警机和高星二号电子侦察机 更是代表了我国空军预警侦察体系中的最高水平 这两款虽然都是由我国运巴改造而成 但是功能却截然不同 空警二百主要负责对战场态势进行监控 同时指导几方户队实施作战 而高星二号电子侦察机 不仅能够为几方户队提供战场的实时信息 还可以发送具有阻塞性质的电子信号 达到干扰敌方通讯的问题 然而 就当我国对外正式公布这次训练全过程的时候 外警却对我国空军的这种做法表示难以理解 在前几次远海训练中 我国空军从来没有为前出的编队配备数量如此众多的支援型战机 通常情况下 都是我国的轰炸机编队支撑前往训练通路 不仅如此 其他国家在执行类似训练任务时 也很少看到支援型战机的身影 早在2015年6月份 俄罗斯机群分为四个P4 进入波罗的海上空执行训练任务 在这四个P4的机队中 除了常见的图95MS战略轰炸机 机用一架A50预警机进行支援 反观此次我国空军远赴西太平洋开展的军事训练 同时派出三款支援型战机的情况实属罕见 其实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这次我们国家派出的飞行变队当中 除了八架轰6K之外 我们发现还有图154MD 还有空径200 以及高星2电子侦察机 那么我们想知道 派出的这三款支援机究竟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应该说的这三款支援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像图154MD 这是电子侦察飞机 那么主要是对一些雷达无线电的信号进行侦察定位来进行识别 那么像这个预警200 它主要是空中的警戒巡逻 特别要发现一些空中目标 海上目标 那么对这些目标也要进行跟踪和定位 那么像高星2号它也是一款电子侦察飞机 应该说这样三款新型的这种飞机 它和整个轰6K的飞机进行一个完整的编组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编组体系 我们知道在现代战争当中 作战飞机都是要和各种支援机 比如说侦察机 预警机 那么和这些电子战飞机 他们要相互配合 相互协作来完成作战任务的 这是目前整个空军 应该说是世界空军发展的一个编组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编组方法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刚才说到的空警200 它是第一次接近共国海峡 那么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点出现 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前面我已经提到它的这次任务的作用 一个它是在这个区域负责两个编对方向的空中预警和指挥控制 它因为它并不仅仅是用它的雷达发现空中的目标 而且要对我机进行相应的指挥和控制 当然它这个在防空识别区上空去进行警寻飞行 那么它的另外的使命就是对这个过往的各种各样的飞行器 进行这个识别判别 对它的威胁情况呢 做出一个判断 以保证我们整个领海的或者防空地区的这个安全 因为它的任务使命应该无数还是应该是多样的 既负责两个方向的空中预警 同时也负责整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起码它在探测范围之类的这个区域呢 进行警戒和巡逻 所以说呢 这次编队训练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 应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款支援机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之外 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前出的这11架 我们国家的战机 其实也并不是孤军奋战的 因为在他们的身后 还有我们国家战斗机的编队 在为他们护航 2015年11月27日 就在我国空军组织远海训练的同时 我国海军航空兵部队 起飞了多架战斗机 然而令外界没有想到的是 此次战斗机编队 并没有跟随前方的空右克军航 而是前往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执行警察任务 我国空军辞聚 相比其他国家 执行类似任务时的做法大降静体 2014年10月29日 北约雷达探测中心 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多架他国战机 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之后 停留在黑海上空 本约雷达探测中心的工作人员 通过发挥的影像 迅速判断出 这个飞行编队 是由两架俄罗斯图形5巡视战略轰炸机 以及两架苏尔西战斗机所成 见此状况 土耳西空军紧急出动多架F-16战机实施联机 双方战机在黑海上空碰面 由于俄军轰炸机编队中 有两架苏尔西为其固航 土耳西空军的F-16战机并没有轻易航动 双方在黑海上空进行了短暂的对峙之后 俄罗斯轰炸机编队调转航向飞回了保护 通过此次俄罗斯轰炸机编队的行动不能看出 在编队中如果有战斗机为其护航 在面临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 处理起来将会更加游刃 而且在安全上更有保障 然而此次在我国执行远海训练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使用战斗机执行护航工作 而是将其派往后方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中 这样的做法着实让人转目不通 我们看到这次参与远海训练的我们国家的战斗机 除了刚才说到的轰炸机和侦察机之外 还有我们国家海军航空兵的战斗机 是在后面进行护航 那如果相关的消息属实的话 我们国家的战斗机为什么会选择在后面护航 而不像是俄罗斯一样选择伴随护航呢 其实他们在后方活动 或者是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活动的 他们也有使命 除了给在防空识别区进行警戒巡逻的 轰炸机提供护航养护以外呢 他们本身也要对海面和空中的相应的目标进行监视 应该说他的使命也是双重的 那么如果他们离我们的执行警戒 巡逻任务的轰炸机比较近 没必要是伴随飞行 在附近区域活动就行了 那么如果对这个超出第一岛链的 咱们的轰炸机群进行护航呢 应该说战斗机能力还是有限 如果不进行空中加油 他们很难对远程飞行的战略轰炸机 进行或者执行掩护任务 战略轰炸机本身它自己的自卫火力是比较弱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缺陷 但是如果你配了比较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的话 在一定情况下 只要你不突入敌方的防空区 那么你还是安全的 即使在空中的一些来拦截的战略机 释放强烈的电子干扰 你的生存率也可以大幅度提高 这是现代机场局部战争已经证明的一个结果 另外我们发现这次我们国家的远海训练 选择在了我们国家东海防空识别区 那么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究竟如何来解读这次远海训练 我理解就是说 我们国家之所以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 那么你要选择防空识别区 那么你就要对防空识别区进行有效的管控 那么你对它包括在整个情况的这种侦查警戒 那么你都要有相关的手段和措施 那么你只要在这个地区进行有效的训练的话 你才能够更好的对这个东海识别区域的防空识别区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确实这一次我们国家的远海训练非常引人关注 而说到这一次远海训练的主角就是轰6K了 那么究竟这样的一款我们国家的王牌轰炸机具备怎样的实力 通过短片我们去看一下 1968年12月24日 第一架轰6战机首飞成功 并于1984年首次出现在我国国庆阅兵市场 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了我国阅兵市场的常客 人们也似乎司空见惯了轰6飞越天安门上空的倾向 然而时隔31年之后 当它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国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市场的时候 却再一次成为当场最要义的运气 轰6K首飞成焦点 外观相同引争议 被誉为我国王牌的战略轰炸机 是否有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轰6K和前面的轰6这个系列的感情形象升级 应该说它的变化非常大 腿短问题成为历史 打击范围增加一倍 我国新型战神是否已经具备了俄罗斯帝国的能力 我们并不能说应该好 内心有非常限制 就是说我们就比力火要更好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中国战神再次出征西太平洋 四次相同的训练 两条不同的路线 我国空军的远海作战能力已到复 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他们训练内容是不一样的 三架支援战机跟随前出 多架战斗机与手后方 这种打破常规的部署背后究竟有何意义 整个情况已经侦查 警戒 那么你必要有相关的一个手段的措施 轰6K翱翔广场上空 老式战机变身战略武器 其貌不扬的新型战神 是否真如媒体所说 有着脱胎晃度的变化 在第一代战略轰炸机中 就目前是世界上三款 轰6K的升级幅度最大 我国未来轰炸机方案陆续曝光 隐身技术成为关键公司 未来战争中 我军能否掌握战场上的固死密码 你要真正把要隐身技术搞好 那是你综合技术的一个 全面的应用和展现 沙场推出 冲出国门的空中战神正在播出 2015年9月3号 在我国庆祝抗战胜利 70周年大阅兵的现场 多个轰6K三级编队的出现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我国空军最新服役的轰炸机 轰6K的性能自然十分强大 但是从外形上来看 它与我国上一代轰炸机 轰6并没有多大区别 如此类似的外形背后 真的能够称得上是脱胎换骨吗 在轰6K的身上 还隐藏着哪些现为人知的秘密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5年9月3日 庆祝抗日胜利70周年阅兵室 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举行 在空中梯队中 外界关注度最高的 当时我国新型轰6K战略轰炸机 轰6K是我国轰6加速中新的意义 而轰6轰炸机 作为我国航空兵的主力装备 已经服役了将近不深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在它基础上 研发的轰6C 轰6E 轰6F等多型战机 也为我国轰炸机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轰6K到来之前 空军轰炸航空兵部队的 主要作战装备是轰6H战机 而我国轰6K相比之前的 几次升级改造而言 可以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换代 甚至有评论认为 它已经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地方 从外观上看 我国轰6K的机头 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早期轰6标志性的 机头领航舱被取消 换装了新型的 光电秒准掉舱 同时取消了 原来的机尾射机原舱 这一系列改动说明 该机型不再像过去一样 依赖肉眼观察 来操纵飞机 掌控航线和发现敌机 然而 外国媒体似乎对 轰6K的这些变化 故意为止 甚至有评论称 轰6K虽然在多方面 进行了升级改造 但是从外观上看 它与之前的轰6相比 并没有影响变化 说它有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还为时上当 如果从普通观众的角度 去看的话 在外形上 轰6K和轰6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看到 有媒体评论说 轰6K其实已经发生了 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么对于媒体的 这样一个评价 傅老师您怎么看 我同意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种说法 因为轰6K和前面的轰6 这个系列的改进型 相比应该说 它的变化非常大 你看它机头的领伤舱没有了 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雷达罩 这个雷达罩里 可以装了一个先进雷达 除此之外 机头下方还有一个圆球 这个圆球是光电探测器 这过去是轰6没有的 那么它的探测手段更多了 而且探测能力更强了 制造能力也更强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它的水平我想不亚于B系列 还有就是它的座舱和机载 综合航电系统这个变化 我觉得是巨大的 自动控制这种能力 要比原来提升很多 那么改进最大的 是我们的航电系统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近几年来 这航电系统飞机的航电系统发展上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像比如一串电船 那么一些先进的这些电子设备 已经全部都上机了 因此在第一代战略轰达机中 就目前是世界上三款 红6K的升级幅度最大 它已经跃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当然它的外形变化不大 超音速的这个能力 现在还不具备 但是需不需要战略轰达机 非超音速 这个是有争议的 总之我们说 从老旧的轰6身上 经过脱胎换骨 变成了全新的轰6K 应该说它的战斗力 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提升 同时是不是也说明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国家的轰6 其实具备了在短时间内 完成类似改装工作的能力 应该说客观的讲 我们现在在轰炸机方面 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因为过去 一说起我们国家的轰炸机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就是说腿短 载弹少 看不远 其实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个是航程太短了 一个是载弹太少了 再一个你的整个的 这个侦察的探测距离也很近 所以就这几条因素一决定 我们整个的应该说 从它这个轰炸机的整体水平 原来在世界上 应该说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落后的 要大过比起来 那么在这个轰溜改 整个这个轰溜K 整个它的这个发展 一定程度上 应该说是我们轰炸机发展的水平的一个跃升 但是不是说我们这个轰溜K搞出来了 就说我们的这个轰炸机水平 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我觉得还不能这么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轰炸机的这个发展 它其实呢 大飞机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 是整个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一个展示 其实对于大的这个轰炸机的这个发展 应该说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轰溜呢 你的这个总体的那个结构 主体结构还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这个主体结构的没有改变呢 一定程度上 它也就限制了它 一些更先进的性能 它难以得到 只能说它部分达到了一些 战略轰炸机的这种水平和能力 但从总体上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理解呢 这个所谓的脱台灌骨 应该是体现的是 我们国家在轰炸机研制方面 取得的一些进步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发现 这次现身的轰溜K身上 其实还有更多 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5年11月27日 我国轰溜K轰炸机编队 进入西太平洋地区 1000多公里处 据了解 这也是我国轰炸机部队 目前为止飞行距离 最长的一次军事训练 在轰溜K浮雨之前 我国轰炸机的航程问题 一直是阻挡我军 远海训练的主要因素 但是随着轰溜K的正式服役 这种尴尬的情况 得到了彻底解决 据了解 我国轰溜K最大的改变 就是换装了新型额制 D30KPR发动机 同时机身还采用了大面积 有外国媒体甚至表示 我国的轰溜K 在战略威慑方面 已经达到了俄罗斯 图22M3的手里 图22M3异火轰炸机 是俄罗斯上世纪研发的 超音速增程轰炸机 它具备突防速度快 载弹量大的特点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款轰炸机 都一直是俄罗斯空军的杀手锏 从航程上看 我国轰溜K和俄罗斯图22M3 都属于中程轰炸机 逆火的最大航程 能够达到7000公里 而我国的轰溜K 则可以达到9000公里 不仅如此 逆火的最大作战半径 仅为2200公里 而我国的轰溜K 已经达到了3500公里 甚至能够打击 4500公里之外的第一年目标 可以说在一些方面 我国的轰溜K 已经全面超越了俄罗斯图22M3轰炸机 短片当中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国家的轰溜K 在性能上不亚于俄罗斯的 图22M3逆火轰炸机 但是我们知道逆火 它是一款超音速轰炸机 而我们国家的轰溜K 是一款亚音速轰炸机 那么为什么有评论说 它们俩在威慑力上会是相同的呢 应该这么说 我们国家的轰溜K 它有它自己的优长 比如说从航电系统上来看 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 那么我们并不能说 因为它航电系统非常先进 就是说我们就比逆火要更好 因为这要综合的来进行分析和判断 那么逆火呢 我们从它公布的这个性能指标上来看 它首先是超音速的 它可以达到1.8马赫这样一个速度 那么特别是载单量 那么按照官方这个公布的一个数据呢 说这个逆火的载单量呢 可以达到24吨 那么这就已经超过了 我们这个轰溜K的这种载单量 所以从它综合的性能 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轰炸能力 它这个反舰 那么相关的一些能力和水平来说 应该说综合指标呢 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按照您这么说的话 我们国家的轰溜K和俄罗斯的 拟火轰炸机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了 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想知道 未来超音速轰炸机 在实战当中的前景究竟如何 超音速轰炸机 它的优势在哪呢 就是它能够快速的抵达战区 对相应的目标呢 实施攻击 那么如果从低空的方式进行突防 那么它的生存概率也变高 以超音速掠过防空区上空 那么敌人的反应可能相对的要短一点 这是它的优势 但是战略轰炸机要叫超音速 这个是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话题 当时有一个导弹和轰炸机之争 一个红炸机弹价很高 再一个你飞的再快 你没有导弹快 因此呢 它们的生存能力就不如导弹那么强 军方很快就把它砍掉 下一代的红炸机 是叫到底应该超音速的还是隐身的 这是有评议 但是从美国的发展情况看 B2亚因速的强调隐身 它现在搞的未来的战略轰炸机 依然是亚因速的 还是强调隐身 因此未来的战略轰炸机向哪个方向走 是强调隐身呢 还是强调超音速 还是既强调隐身又强调超音速 这个呢 确实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所以说超音速轰炸机在战争当中 其实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而其实我们也看到的这种超音速的技术 在我们国家的轰炸机身上也有所体现 比如说呢 就在前不久我们国家曝光了下一代轰炸机 那么在这一架轰炸机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技术 2014年11月 在美国某军事网站上 一张轰18图片的曝光 再次将人们的焦点 聚集在我国下一代轰炸机的身上 从图片上看 我国下一代轰炸机 将采用于美国B2轰炸机 类似的隐身技术 并且还将具备 类似图22M3一样的超音速 轰18战机假想图频繁曝光 图22M3隐身版的说法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要发展这一款 从来对我觉得意义的大 我国破解轰炸机隐身密码 采用相同技术的轰18战机 能否超越大名鼎鼎的第二 也存在着一些 它自身的缺陷很不足 更多精彩 稍 中国战神再次出征西太平洋 四次相同的训练 两条不同的路线 我国空军的远海作战能力 倒不足 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 他们训练内容是不一样的 三架支援战机跟随前出 多架战斗机丢手后方 这种打破常规的部署背后 究竟有何意义 整个情况有侦查 隐蔽 那么你必须要有相关的 手段和措施 轰6K翱翔广场上空 老式战机变身战略武器 其貌不扬的新型战神 是否真如媒体所说 有着脱胎晃度的变化 在第一代战略轰炸机中 就目前是世界上三款 轰6K的升级幅度最大 我国未来轰炸机方案陆续曝光 隐身技术成为关键公司 未来战争中 我军能否掌握战场上的 不死密码 你要真正把要隐身技术搞好 那是你综合技术的一车 全面的应用和转件 沙场推出 冲出国门的空中战神 正在播出 说起隐形轰炸机 人们的第一反应 当属美国装备的B-2 其次诞生以来 先后参加过多次战争 为美国空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同时也成为轰炸机隐身时代 不容置疑的霸主 而就在最近 一张关于我国下一代轰炸机的照片 被外媒曝光 意味着B-2可能迎来一位 外形类似的竞争者 甚至有评论认为 我国下一代轰炸机将超越B-2 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2014年11月 美国某军事网站刊登了一张 所谓中国轰-18隐身轰炸机的方案图 该图片已经曝光 就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从曝光的图片上看 轰-18主于隐身战斗轰炸机 而非战略轰炸机 从图片中可以大致推算出 机身大概长约在28至30米时间 比美军B-1B的44米要小很多 与此同时 为了提高隐身性能 轰-18采用机背进气道 W型机翼和5尾翼设计 全机大量采用隐身技术设计 是世界上第一种隐身战轰 和隐身超音速轰炸机 而早在2013年 我国某航站上 曾经展出了一架 中国未来隐形轰炸机的模型 而从这两种方案上都不能看出 我国打造的下一代轰炸机 不仅会具有先进的隐身性能力 同时还会兼具超音速突防 在早些时候 曾有媒体报道 我国空军计划打造一支 由图2RM3超音速轰炸机 组成的飞行机队 并且利用该编队执行突防的认为 但是报道刚出来没多久 我国军方官员就否认了这一说法 要是图2RM3的性能 虽然很优秀 但是它毕竟是上世纪70年代的成功 在当今世界先进雷达的面前 很难有所作为 因此我国下一代轰炸机 不仅要具备类似图2RM3的突防能力 同时还会增强战机的隐身性能 因此 当我国下一代轰炸机的相关信息 在网上频繁曝光的时候 就有分析指出 我国的轰18战机 仍然会是一款超音速隐身中程轰炸机 预计会采用两台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最大航程约为8000至9000千米 最大作战半径 3500至3700千米 最大载弹量12至15公斤 不过从外形上看 它们简直就是 图2RM3逆火轰炸机的单版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种声音 就是认为我们国家的红18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 逆火轰炸机的一个隐身版 但是如果说从现实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说逆火轰炸机 它是上个世纪的一个产品了 那么现在已经到21世纪的今天 我们有没有必要再打造 这样的一款轰炸机呢 我不认同咱们的所谓的红18是 逆火战略轰炸机的改版 另外有没有红18 我都表示怀疑 那么红18谁叫出来的 是美国媒体叫的 我觉得他们是在炒作 目前我看的这几个方案 应该说都是假的 包括他现在搞了一个很像照片 似的红18 那个大小跟战略机差不多 怎么会是轰炸机呢 应该说跟苏30差不多 顶多达到苏34那个样子 你再把它放大一点 倒是像了 但是这些方案都是互相有矛盾的 逆火轰炸机是一款中型的超元素战略轰炸机 航程不够 因此他不法执行远程打击任务 他的航程相比还有差距呢 当然他载弹量比较大 因此他总的看能力还是不足的 我们要发展这款轰炸机 我觉得意义不大 要搞就搞一个更先进的 更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即使是载弹量 航程跟他类似 起码你也得具有更强的隐身能力 和生存能力 因为逆火到底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产品 到现在来看已经过时了 所以说这些设计图真假 我们暂时无法考究 但是有一点 其实网友对于我们国家 未来轰炸机确实充满了很多的幻想 比如说像大航程超音速 隐身这些特点 那么您觉得这些特点 哪一点是对于未来轰炸机 最为关键的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隐身 如果你没有隐身的性能 那么你其他的性能指标 其实都没有用 你再大航程 你再载弹量大 你还没有飞到目标上空的时候 被发现已经被打掉了 那么所以说隐身决定了你的生存 你的安全 那么一定程度上 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在发展下一代轰炸机的时候 特别强调隐身性能 我觉得这是第一位的 那么相比较而言 第二位应该是大航程 那么第三个因素 才是超音速 那么这个超音速 因为我们知道 你需要追求的超音速 你可能就要牺牲航程 那么如果你要追求这个因素 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其他关键指标的 这个达成 那么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个超音速 应该说是第三位的因素 特别是随着导弹的发展 我觉得导弹的速度 远远要超过这种轰炸机的速度 那么这些导弹 完全可以达成你的一些作战的目的 所以综合这些指标 我觉得要排序的话 应该是隐身 航程 然后是超音速 所以在您看来 这个隐身确实是重中之重 那么说到轰炸机 最近一段时间 一篇有关于我们国家 功课B2近期道相关技术的报道 应该说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据我国媒体报道 中航飞机研发中心 已经攻克了 背负式锯齿型并列双发 大S-1进气道的技术能关 这种进气道 也是美国著名的 B2隐身轰炸机 所使用的进气道 具备较高的隐身性能 第二 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一种 能够隐身的战略轰炸机 最为人称道的 就是它的隐身能力 它的隐身能力 并非局限于雷达侦测层面 也包括可以降低红外线 可见光与噪音等不同讯号 这样的设计 能够使它安全地穿过 敌方严密的防空系统 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对敌方目标实施大面积杀伤 同时 B2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 作战航程可以达到1.2万千米 空中加油一次 则可以达到1.8万千米 每次执行任务的空中飞行时间 一般不少于10个小时 因此 美国空军称其具有全球到达 和全球催火的力 然而 先进的隐身性能既是B2的优点 同时也是它最为致命的弱点 最了解 自1988年首架飞机下线 B2就以后勤保障麻烦组成 据官方数据统计 飞机每升空一个小时 就得花费47个小时 在地面进行保养 与此同时 每位机械师平均需要阅读的 技术手册多达750本 正因如此 B2隐形轰炸机的出勤率 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据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 2005年 美国空军B2隐形轰炸机的出勤率 仅为36.7% 而老旧的B52战略轰炸机 则高达83.2%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隐身技术确实是 我国未来轰炸机的 首要发展方向 但是在这之中 如何平衡战场表现 和后期维护 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将成为研发人员 优先解决的问题 只有正确掌握隐身 这把双刃剑的使用方法 才能在未来战争中 达到所向披靡的度 刚才我们说到了 隐身技术 而传言当中所说 我们国家下一代的轰炸机 也会采用类似于 B2这样的隐身技术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种隐身技术 实际上在B2身上 却带来了很多问题 那您觉得 在下一代轰炸机的研发上 我们国家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 一个设计思路和想法 那么B2应该说是 当时 就是这个上世纪90年代 大家通行的 对于这个隐身的一些 总体的看法 比如说对雷达的隐身 对红外信号的隐身 那么它改进了一些设计 像那个锯齿形的这些结构 但是因为采用了 这些设计之后 它其实牺牲了很多东西 牺牲了机动性和载弹量 所以说它都是 有得必有失的 这样一种情况 另外我们知道 这个B2大量的 使用了一些涂层 那么这些隐身涂层 听说是非常娇贵的东西 一般的这个基地 都不能对它进行保障 所以它只有它本土的一个基地 那么可以对那个B2的 进行最有效的保障 所以它很多地方 它是去不了的 所以正是结合这些因素呢 其实隐身呢 应该说它有它的优点 但是呢 它也存在着一些 它自身的缺陷和不足 隐身要想实现 它一定是一种 综合手段的一种集成和运用 而且我们知道 现在随着这个雷达技术的发展 那么你还要随着 你侦测手段不断地提高 那么你的技术也要不断地提高 像为什么F117后来就退役了 那么你的这个隐身 达不到你这个效果的时候 那么你可能你就不行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隐身和反隐身 它是一个相生相克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你要真正把 要隐身技术搞好 那是你综合技术的一个 全面的应用和展现 不管怎么说呢 下一代轰炸机 距离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极客开篇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国家的轰6K 去执行这种远洋训练任务 那么如果换成了下一代轰炸机 执行类似的任务的话 那么傅老师在您看来 将会带来怎样的改观呢 下一代的轰炸机 我不知道咱们现在 这个在不在研发 这种类似的 隐身的远程载炸轰炸机 那么一旦要有 那么你进行远海巡逻的时候 或者是远海训练的时候 那么敌方的 或者是邻国的一个雷达 就很难看到你 特别是你低空出航 出航的用方式 那么就很难看到你 而你通过相应的一些传感器 比如说光电传感器 你也可能看到对方 那么对你隐蔽出航 隐蔽的巡逻 接近目标 可能都是有好处的 这次轰6K的远程训练 应该是 我们有了这样的手段以后 我们必须要进行远海的训练 你不能都在陆地上飞行 这个要维护 我们国家的海洋权益 你必须要走向深蓝 那么未来的战略轰炸机 应该说也是我们走向深蓝 维护我们国家权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从轰6到轰6K 我国在轰炸机领域 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进步 这也让外界对我国下一代轰炸机 充满了更多遐想 如今 随着此次轰6K 原版完成在西太平洋的训练 也更加向外界证明了 我国空军的实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当战神的巨人者服役之后 我国轰炸机 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国补给舰技术 首次出口俄罗斯 航母奶妈对于俄罗斯而言 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我国补给舰技术 已达到世界水平 看似不起眼的技术 俄罗斯为何至今 未能实现自主研发 俄专家建议购买我国054A 同时被俄罗斯与埃及相中的 我国护卫舰 真正出口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 沙场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